五百地址授記品第八 二一二一 道數第三行 道與他國 唯一時故 勤力求所 盛大艱難 要少有所得 便以為主 這是五百阿羅漢 《零解》這本 在《零解》裏邊說一個體育 這個 譬如有人到親友的家裏邊醉酒而過 事實親友觀世當行 優價保住細體衣裏 與之而去 這就是說 這個體育的意思 就是我們聚足煩惱的人 聚足無名煩惱的人 有佛菩薩是我們的親友 那佛菩薩為我們宣說佛法 我們有多少信要心 有多少歡喜心 因為有歡喜心 也就發無上菩提心了 那就叫做一無價保住細體衣裏 這樣意思 但是 雖然發了這樣的好心 我們還是聚足煩惱的 煩惱還是聚足的 所以 發了那麼多少的道心 可能會維持一個時期 這個文上說是 醉臥 督步腳趾 就表示這個人的煩惱還是很強 強有力的 所以他的道心 沒能夠散角方便地維持下去 就洗滅了 洗滅了當然就是流轉生死了 因為生死以後 有的時候可能會有富貴的境界 有的時候也到上個道去一去 但是因為聽聞過佛法 發過道心了 所以要有驗離生死苦的這種好的動機 所以在上面說 其以遊行 道遇遇他國 因為感覺到生死苦 這個善根就動起來了 所以就想要驗離生死 想要泄脫生死的苦惱 想要做生意 所以叫做祈以遊行 但是它是道於他國 不是在大乘佛法裏面修小的 而是道了小乘佛教裏面去的 這個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都是佛法 應該說都是本國 只有生死的世界才算是他國 但是在法無常佛法裏面 屬於大乘佛法的學者 他忽然間去退大取小 那就變成他國了 小乘佛法就算是他國 但是也是好 學小乘佛法也是好 所謂一時故 勤力求所 這個在體育上說 你一個人要為了生存 也要一時住 所以要努力的去求 去賺錢 但是甚大艱難 辛苦 要傻有所得也就自足了 本來生活很困難嘛 所以傻有所得也就滿足了 這是說 這個小乘佛法的學者 為了成就無漏的定慧 就是修醫師 勤力求所 就是努力的去修行 因為這個老病死的苦惱 使人這個人的艷麗心很強 所以他修行起來 他很努力 所以他勤力求所 這個盛大艱難 這個盛大艱難的意思是 沒有入聖道的時候 沒有入聖道的時候 沒有得出國的時候 就在賢慰的時候 這個修行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因為自己是有煩惱 有業障 全憑自己的信教心 懺愧心啊 來折服自己的煩惱 所以這個時候很困難 修行很不容易的 所以甚大艱難 要傻有所得 正義為主啊 那就是如果出國以後了 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這個時候得到一種無漏的智慧了 感覺到很快樂 這個無漏的智慧 一運作起來 一運用的時候 煩惱就是 雖然還有煩惱 煩惱就不能從無漏的智慧對抗的 所以很容易就把煩惱 停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輕鬆的多了 所以嘛 要傻要說的 便因為主子 應該包括阿羅漢在內 便就感覺到滿足了 於後親友 慧玉見之而作誓言 從那麼以後 就是以前呢 為他細諸的那個親友 那就是釋迦牟尼佛所去了 這個 慧玉見之這個話呢 就是說 得阿羅漢國以後 見到佛了 那就是現在大乘說法的境界 這是我們 說是以前的那個親友 現在見面了 這樣說 其實在呢 就是其以遊行啊 道義他國的時候 那也就是見到釋迦牟尼佛 見到這個老必修憲 見到這個藏六 硬化神佛 那麼修小小乘佛法 也還是由佛的教導和成就的 但是那個時候 不說是親友 因為這就是要最初啊 釋迦善政的時候 大乘佛法 那麼現在是變成小乘佛法了 就不提這個親友的資料 那麼得了阿羅漢國以後啊 釋迦牟尼佛就改變 那些計畫 不是繼續地讓他學習小乘佛法 就是要叫他學習大乘佛法的 所以啊 於後親友回於建築 就是後來啊 在得阿羅漢國以後 那個佛這個時候 那個大悲心啊 是大智慧啊 就看見他以前的系的寶珠啊 那個大乘的菩提心啊 那個大乘的菩提心啊 現在是被動起來了 大乘三根啊 動起來了 那麼和佛那個大乘的大乘的相遇 所以名字為余後親友回於建築 而若誓言 都哉战乎何謂一時乃至如是 這個是說啊 經過方等過熱經之後 到了法會經之後 就是這時候到了法會上 那麼佛就是這麼說啊 而若誓言 都哉战乎 都哉战乎 都哉啊 是一個何吃他的話 是战乎啊 還是一個讚嘆的話 就是你這個大战乎啊 能力都是很強大的 咱們為了醫師這麼點事情啊 這麼辛苦啊 就是這麼醫師 這個是說啊 佛是說也是等於是何吃他了啊 這是你以前法無上佛的心的大戰乎啊 怎麼忽然間歡迎求這個小聖國法的意思 這麼辛苦 這個要是讀這個大乘啊 我們消息阿含經啊 然後你再去讀大乘啊 經典啊 讀這個方等經 般若經啊 當然會感覺到 說大乘佛教的法門啊 要比小聖國法的 要來得利 來得利一點 啊 修這個無常觀啊 呃 雖然也是 啊 可以聊到生死的涅槃的啊 但是修這個 般若經的法門啊 方等經裡面也是有剝弱的 那麼 會來得容易一點 那是我和阿含經的態度是不同了一點的 所以這個人說是甚大艱難 呃 要修修大乘佛法的那個立場啊 何謂一絲乃至如是 那就比較容易的多了 就像人啊 砍這個木頭 用這個這個刀啊 功於善其是的一些力氣氣 那用這個刀非常的力 就容易一點 也就是布爾波羅尼特別的力量 那麽這是啊 都哉丈夫何謂一絲乃至如是啊 這等於是啊 呃 就是開權顯示了 就有這個味道啊 也就是前面那個畫成玉品那個 把這個畫成 說這個涅槃成是畫的 這個意思了 俄熙玉靈儒得安樂 無欲至之於母年月日 亦無價寶如細儒一禮 今故現在而如不知 這是第二段呢 是四誅啊 前面那一段呢 是何哉 何哉他啊 就是何哉呢 裡面的意思就是啊 就有開權起 開權的意思 這諜四誅等於是顯示了啊 俄熙玉靈儒得安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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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欲至之 呃 呃 於母年月日 那這正是啊 那這正是啊 這個畫成玉品說的那個 呃 十六王子 說法和經解緣的那時候 那是有個年月日的 有個時代的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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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让你得到安乐,就是大伯涅盘了 是无欲自知 这个无欲就是施暴庄严土的圣庙的三生相位除了 那么叫无欲自知 这个要读《大圣经》的《罗王经》 我也说过这件事 这是《大圣经》的《罗王诸法诗相》的音声赞佛 他那个琴 这个迦瑟尊的阿罗汉心不自在 他们心不自在就悟起来了,手舞读到的 那这表示说施暴庄严土的法身菩萨的圣庙的境界 那是特别殊胜的 所以这个恶心欲灵如得安乐 我过去的时候 也希望你们能够成就啊 无上菩提 这个大伯涅盘的安乐 那是殊胜的境界 于母年月日 就是在大同志生活的时候 以无价保住 细如一礼 因为你说法佛经啊 你发了无上菩提心了 这无上菩提心呢 是无价保住 那是特别的珍贵的 细如一礼 就是栽培在你的心里面 今故现在 你先栽培的那无上菩提心的 那个善根啊 已经栽培了啊 它就不会破坏的 不会破坏的 历皆不休 所以现在还是存在的 而如不知 可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心苦悠恼 一休之佛 但是厌离老病死的苦恼 就修 修小小圣的界定慧 来维持生活 甚为之业 这是你是太愚痴了 这是何持他 如见可亦持饱 贸易所需 当可如意 无所发短 这是劝贸 这个劝的贸 这个贸就是贸易 就是做生意啊 赚钱的意思 但是这个实贸上呢 就是修小大乘活法的意思 这个修行的事情啊 用做生意做比喻 一做生意为比喻 这也是比喻的很妙 说如今可以持保 贸易所需 你现在可以啊 用这个无价保住啊 去贸易做生意啊 你就可以啊 赚到钱了啊 这样子你的生活会很丰富的 不会有所缺少 那么这要在修行上说 你也正是这样的意思啊 就是以前的栽培的善根啊 那现在在听闻 听佛说法和经义 就发动以前的善根了 就是由种子起现形了 由种子起现形的时候 你再去修止观了啊 你再去修止观 又熏悉了善根 但是这回这个善根 就比以前熏悉的力量强了一点 那么呢 要熏成种子 种子再生现形 现形再生种子啊 转转的就强大起来了 强大起来了啊 那么那得无生发炎了啊 有初的二的三的乃至七的八的到底四的 那么就是都 啊 常可如意无所发展 那就是啊 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圆满了 都成就了 就得无上菩提了 这个是用做生意啊 啊 来比喻这修行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 说是这个 这个赵州禅师啊 赵州禅师啊 有 有来跟他交常的来的人呢 赵州禅师 就是就问他 说你以前来过没有 就是啊 我妹也来过 说吃茶去 去吃茶去 去吃茶去 又又来一个禅师 又来个问题 就是你以前来过没有 是来过 去吃茶去 还是吃茶去 那么他这个 赵州禅师的 他那个庙叫观音院 那么观音院的这个建院 那个时候叫院主 那么现在的用法就是建院 这个建院这一回事 也应该是禅师啊 他就问这个 向赵州禅师问 说是 以前没来过的 也叫他去吃茶 来过的 也叫他去吃茶 这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赵州禅师就是 是院主 这个建院也打 你打我 就吃茶去 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佛教徒 不要说都是出家也好 连在家居士也是 也都是吃茶去 所以吃茶就是 把这个茶放在嘴里面 尝一尝味道 然后咽下去 然后再吃一口 这就是修止观的意思 你修这个皮革舍诺的时候 要有个所缘境 这个所缘境就是茶 你心里面把这个 有这个念心锁 把这个所缘境献出来 然后观察它 是必经空 无我无我说的 假设是这样观的 你这么思维的时候 就是这个茶放在这里面尝一尝 然后咽下去了 咽下去了 咽下去以后 这就等于是修舍摩托了 心里面一切分别相 那么时间或者长一点 或者转一点 然后再喝一口 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这等于和吃饭 说吃茶和吃饭 道理都是一样 这么样 常常常常常这样修行 就成功了 就是没来过的 来过的 所有的活跃都其实一样 你说是我是老修行 老人也还是这样修行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 除了我是外帆位 你是内帆位 乃至一德无声化言 也都是这样修行 都是一个布尔波罗尼 一直到佛才修行圆满的 当然这是在 我们说是 唯一思故秦力求说 说是一思啊 或者说这个思 就是波尔 这个一就是戒定 这个戒和定 能帮助波尔波罗尼的现前 所以以波尔为正行 戒定为助行 有正助二行 这样是单独说 波尔地 修舍摩托批布舍诺 那就是这样说了 就是吃他去 但是也应该有助行 而现在的佛教的情况 当然我们拜参也是需要的 所以拜参就是 是以为道业的成就而拜参的 倒不是说是一般的那种拜参 那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禅师 因为他常常的修止观 我说这个禅师他不是看话头 不是那种禅 那就是如来禅 那么他常常修 他是智慧力了 他就能够文一知识 文一知白 就是一通一切通 所以他能说吃茶去 其实这句话就是你修行去 这么意思 现在的经论上 这个经上 法国经上 佛也是这样子说这些 说些批语的话 所以这禅师的 说些隐语实在是有根据的 如今可以持保贸易所需 实在这就是一个修行 修行的话 有成就的 佛已如是 前面这是说的 第一是批语 佛已如是 这第二是和批语 法和 法和分两段 第一段和醉酒的批语 第二段和亲友的批语 和醉酒的批语分三段 第一段和这个戏诅 和这个戏诅的批语 说佛已如是 和那个亲友是那样子 佛就是一切众生的亲友 是为菩萨的时候 教化俄等 另发一切自信 这五百罗汉说 佛也是这样子打慈悲 说菩萨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亲友 是教化俄等 另发一切自信 种种方便的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做什么呢 另发一切自信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就是 所以说一切自信 就是阿阿多罗山的神菩提 心就是愿 发无上菩提愿 有愿到行 有了愿以后 自己就往前进 就可以修行了 那么这就是 那么这就是 就是细诛 发了无上菩提心 就是细诛了 耳熏非旺 但是 当然不是完全都这样子 有的人发了无上菩提心 很快的就无神发炎了 那是不会旺的 这只是说 最低的程度的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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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上菩提心 没有了 这个道心 吃掉了 所以 废忘 喝这个醉酒 不知的意思 那么 废忘了 就不知不觉 这个 对佛法的修行的事情 是不知觉 对世界上迷惑人的 这些颠倒的境界 也不知道 这都是苦恼了 就是流转生死 是既得阿洛汉道 智慧灭度 智慎艰难 得少为主 这是第三段 和这个奇蚁游行 奇蚁游行 得少为主 那么 退了道心以后 和前面这个就是简料的说了 那么 又知道苦恼 又回到佛法里边来 修小小乘佛教 得了阿洛汉道以后 你 智慧灭度 自己因为 我的问题解决了 老病死的问题解决了 烦恼也灭了 生死也可以得解除了 所以叫灭度 智慎艰难 得少为主 这个智慎艰难 比如在六代生死的时候 很困难 我法医修行的时候也很难 现在 得了阿洛汉果的时候 虽然按照大乘佛法来说 功德不算多 但是也感觉到满足了 也很好了 那么也可以这样讲 或者说是 得了阿洛汉果以后啊 也是智慎艰难 也可以说是智慎艰难 那就是按照大乘法 神仆仆仆以上的境界 来对比的时候 也是智慎艰难 比如说是 这个 遇见这些法神仆仆 大家一谈论佛法的时候 阿洛汉果就感觉到 自己的智慧不够 智慧有所不足 现神通的时候 无神通也不那么自在了 那就是智慎艰难了 那么 所以 但是阿拉罕自己来说得少为主 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圆满的境界 一切自愿犹在不实 一切自愿犹在不 这底下和这个喝宅和前面 前面这是一个小乘佛法的境界 这底下就说大乘佛法了 那么一切自愿犹在不实 和喝宅 这底下第二颗和亲友缴物匹 这个亲友缴物匹分三颗第一颗和喝宅 亲友缴物就是释迦摩尼佛来缴物阿罗汉 就是说一切自愿犹在不实 以前呢 在十六王子那个时候 法无上不提心的自愿 一切自愿 前面说一切自心 这里说一切自愿 意思是一切自愿 现在还在 还没有死掉 还没有坏 今者是尊 教悟我等 是现在佛 说法和经说到这个化成玉品 教悟我等 是做如是言 诸必求如等所得 非究竟烈 这就是何来他的意思 而久令如等诸佛善根 以方恋故是你盘向 而无畏实者灭度 这是何这个世诸 世诸的语言 我久远以前 令你们栽培成佛的善根 法无上不提心的 但是你们不能接受吗 他说一方恋故是你盘向 开始矫乘佛法 而无畏畏实者灭度 你们得了阿罗汉 以后你就因为是圆满了 四十尊俄金乃至十四菩萨 得受阿多罗三个神不得记 这是何这个劝茂 现在修一条大乘佛法 以前也发过无上不提心 后来虽然最大取小 但是所修小的小乘佛法 那也就是菩萨大 所以实在是菩萨 得受阿多罗三个神不得记 不是圣本 此一次这样子 受了三个神不得记 就是修小大乘佛法了 所以等于是贸易 一次因缘甚大欢喜 这位朋友 所以阿罗汉说 因为这个原因了 所以心里很欢喜 这位朋友 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 而是阿要交称儒等 欲聪宣辞也和寄言 这个也是宋 先宋这个内心得解 我等闻无上安隐受寄生 欢喜未曾有礼无量之佛 兼于是真谦自回诸国有 这是宋这个欢喜得解的音诱 我们呢 闻到佛无上安隐的妙法 受寄的声音 心里面欢喜 为什么有 离无量之佛 心里欢喜嘛 从作而起啊 离拜佛 兼于是真谦自回诸国有 这两句话 你忏悔 先说忏悔 什么事情 你得别说 这个是 底下是宋这个至神灵节 至神灵节有两段 第一个宋法说 与无量佛宝得少孽盘分 佛地啊 大功德境界是太广大了 无量 那么阿罗汉的涅槃呢 在佛宝的功德来说 这是一少分 那样说 我们得了一少分 并没有圆满 那么如自愚音便自以为主 这个愚音呢 就因为是满足了 实在是没有智慧愚音的境界 所以要自回诸国求 这样意思 毗路贫穷人 网至新有家 其家盛大富 巨色诸瑶山 在底下送这个醉酒匹 底下送这个匹说 前面是法说 这个匹说 有利匹有法和 利匹里面先送这个醉酒匹 毗路一个贫穷人 没有大乘佛法的功德 或者说是 没有福就叫做贫 没有慧就叫做穷 这样的意思 但这是 还在留点生死的繁殖这个时候 大乘佛法的功德 小乘佛法的功德也是没有的 所以是个贫穷的人 网至新有家 就是到这个亲友的家去 就是到佛菩 是大乘佛法去 听问大乘佛法去 这样意思 其家盛大富 佛菩萨 无量节来的修行 有无量功德 所以是大富 有无量的法财 巨色诸瑶山 他们是富贵的人 这个贫穷的人来了 这个富贵的人呢 就给他准备了很多的 咬山 很多的美饮食 请他吃饭 然后你又一无价的宝珠 细着在内衣里 这个富贵的人真是慈悲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巨色诸瑶山就是为这个佛菩萨 为这个贫穷的众生啊 演说佛法 这就是请吃饭了 是这样意思 这样的这个瑶山就是教法 语言文字的教法 一无价宝珠细着那一礼啊 就是属于心 教行人礼啊 请吃饭是说语言的文字的佛法 无价宝珠就是他听闻了这样的佛法 他发无上菩提心了 有开始行动了 那么叫无价宝珠 这个当然是发无上菩提心 是听闻佛法的人 经过内心的思维 闻思思维啊 这个佛法是有道理的 我应该发无上菩提心了 去修摇打正佛法 广度众生去成佛道理 那么他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了 那这样子一发心呢 就在评语上说 就是以物价宝珠细着内衣 是这样意思 这个内衣 有内衣就有外衣 前面常常常有常规心 能够引入 那么那就叫做外衣 内心里面有信要的心 那就叫做内衣 这个 把这无上菩提心呢 是在内里面的信要心发出来的 在细到内衣里 而这信要心呢 其实应该说是在 就是阿赖耶识在内里面 所以摸鱼而舍去 这个摸鱼而舍去 这个摸鱼而舍去 是令我很 回来好多的时间 才算是有个解释 这个摸鱼而舍去 比如这个摸鱼连起来讲啊 就是给你系这个宝珠的时候 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就给你了 给你了 我就走了 在批语上这样说是可以 在法上说你就很困难 这个优价宝珠 那是因为讲说佛法感动了 这个贫情的 这个贫情因 因闻佛说法 而发无上乎的心的 那怎么能说是摸语呢 不是应该是说话了吗 有语言文字的 所以这个宝珠讲 是令我很困难 好 后来呀 才知道不要这样说 这个摸 就是前天的 罪卧不较之 那个罪卧 那个意思 这个摸 是单独说这个 那个贫穷人 贫穷人是醉酒而卧 那么他喝了 无名酒 他醉了 这就是从无始节来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佛在时候 为他说法的时候 他就发心了 所以叫做余 这么讲 这个摸 是贫穷人的程度 这个余是佛菩萨 为的说法 他发无上乎的心 这么样联合起来说 而社区 就走了 这个第十六王子 他就走了 走了也就是这个人 只能到此而止 他修要佛法的程度 只能发了无上菩提心 也可能栽培多少功德 然后就停下来 所以说 使我不较之 他发了大佛提心 以后 这无价保住 他也不知道以前 灾备善根的事情 宇宙之亲友 后见此品人苦却在自己 这是第二段 送亲友脚无脾 就是卧下来 那就是现在 不脚不治了 誓言既一喜 游行亦他国 修医师之地 现在没有感觉到苦恼 还是要修修佛法 游行亦他国 修医师之地 是 知生甚艰难 得少便为主 知生就是生活 知或者说是财富 财富是生存所需要的 所以叫知生 现在没有财富 所以甚艰难 生活困难 求医师之地 因为困难嘛 所以求医师之地 那么这等于说 这个知生甚艰难 有几个意思 一个是说 在相信了佛法的人 就感觉到众生 流转生死的苦恼 不得了 这叫知生甚艰难 这也可以这么讲 那么相信了佛法 依据佛法 依教奉行 修行 修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 这个无漏的智慧没有成就 要很努力才行的 所以也是知生甚艰难 得少便为主 因为知生艰难 所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感觉到很好 很快乐 所以感觉到满足了 那么就是得阿罗汉了 感觉到满足了 更不愿好者 佛菩萨的境界 那些人也不希望 这好像一样的信洁品 佳瑟真的说的那个话 佛菩萨庄严净土的这些事情 广度众生的这些心不喜乐 不需要 不讲内衣里 有物价宝珠 他也不知道以前 再被善干的事情 宇宙之亲友 厚见此品人 苦窃在自己 这是第二段 送亲友搅悟品 这个佛菩萨的慈悲 到那个时候 他会来搅悟你 那么 余珠的那个亲友 后来 看见 得阿罗汉国以后 这个亲友 来看你 来看那个品名 苦窃在自己 自己所惜出 苦苦地 摘备他 告诉他 你发过 无上不敌心的 瓶饮见殖柱 心意大欢喜 这个瓶饮 是已经得阿罗汉国了 但是 还称他为瓶饮 瓶饮见到 我以前发过 无上不敌心了 这就是顾得了 提心大欢喜 富有諸才无 无欲而知之 这个时候发了他又发无上不敌心了 广小佛发不出众生 那就变成一个大富贵的人了 无欲而知之 额当已如是 是尊于常业 常缅间调化 这底下是法和 所以我们呢 现在是说的比喻 每些在佛法的正面上说 我们也是这样子 是世尊于常业 常缅间调化 所世尊大慈大悲 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 来到繁复世界来 繁复世界是常业 常缅间调化 哀民我们 我们很可怜 教法我们 令众无上愿 这个修萧佛法的一开始 先要有愿 先要有一个愿 就是一个方向 先定出个方向来 我的目的也是 向于圣道 我不是去贪求 世间上的无欲 贪求世间上的无欲 这是凡复的一个愿 现在修萧佛法 要把这个愿取消 要发出来 这个处理的生死的愿 要得无上谷底的愿 要把这个方向先定出来 所以令众无上愿 要叫我们 这个众 就是栽培 栽培的无上力 道心 栽培他 承令他常常浇水 叫他茂盛 这可以 恶等无知故 不较已不知 这是说是 发道心在凡复时期又退了 我们没有智慧 于此 有不较也不知 后来 得少念凡愿 是自足又不求欲 不求大乘国法的功德 今佛 较悟 这是中和的较悟品 前面是最久品 这是较悟 今佛来教我们 严非自灭度 得阿罗汉国不是真实的灭度 要得佛的无上的自规 而乃为真灭 这是宝和经上 前面 实力夫尊者 就是当着佛灭 何等同路法性 运和如来一小乘法二千基督 何等同路法性 当着佛念说这个话 我们在方便品里边 或者在体育品 在信节品 难道到现在 佛没有否定他的句话 没有反驳他的句话 但是佛常道说 就是论这个智慧 你小乘用智慧不行 要得佛无上会 常用智慧 表示阿罗汉的不圆 要得佛无上会 这是法学经常 让他这么一个特长的地方 而乃为真灭 你得佛无上会 那个时候才真实是灭度了 都打不捏反了 俄间从佛文 寿迹庄严寺 俄间从佛文 这五百个老汉说 我们现在从佛文法 佛为我们寿迹 所以我们得到严静的佛国图 什么什么的 既转次受觉 受觉就是受益 佛受领受 佛说他们决定 什么时候会成佛了 所以叫受觉 身心普遍的一种欢喜 说到世界上的成佬的事情 阿罗汉心不动 要说是将来什么时候会成佛 阿罗汉确实是心欢喜的 这是这个五百弟子受祭品 到此咱们聊 妙法莲花经受 小五小云祭品 第九 这个五百阿罗汉 是转次受祭 所以就放在一品 这底下受 小五小云祭品 主要是有两千的 有那两千的弟子 他呢也是一齐的 所以就放在一品 又回到一品 这又回到一品 如果这都是受祭 可以放在一品 就是合为一品 也可以嘛 但是分成两品 就是各有各的因缘了 受小五小云祭品 这个佛法嘛 他用这个字啊 学武学 用这样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佛教俗啊 就是这样应该要学啊 的确是要学啊 什么叫做学呢 什么叫做无学呢 我们讲过啊 但是这里是一路品的题目 这个阿迪潘论啊 或者成词论这些经论上都提到啊 这个学啊 是一路圣道以后 才能才明知为学的 你在凡夫的时候 他不给你这个名字的 不给你这个学的字的 那么要到 小乘佛法就是要到出国以后 才明知为学 到阿罗汉呢 就是叫做无学了 大乘佛法也要得无学以后 才明知为学 成佛了 无学 这是圣人说的 那么这个凡夫为什么不能明知为学呢 因为凡夫也能发现学 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不发现学了 我不愿意学的 所以那就是靠不住啊 所以不给你这个名字 要到圣人的时候 那就是不退转了 他一定是向前进的 而这个学这个意思呢 就是自大师世界什么 圆真断惑 圆真断惑 进求圣见 那叫做学 圆真断惑 这个圆呢 就是观察 观察的意思 观察实在说什么 我们就是修四年处啊 实在就是圆延真 这个真呢 就指四年处说的 我们啊 在世界上啊 有这小小中小大小各式各样的学校 要去学 那都是晓得神嘛 那么晓得神嘛 那就是在这个生死的世界里面的生存的事情 那当然不学还不行 但是现在这个 在佛法里面说 那么学真 圆真 学这个思念处 这才是真是有价值的 要学习这一个 学习这一个才能解决问题的 圆真 圆真其中有 一样是你提出来的要断货 要断烦恼 学习思念处啊 就是观察这个思念处 修这个思念处 断烦恼 已经出国以后 这个时候啊 还要继续向前进 继续向前进的修这个思念处 这个时候就叫做学了 所以能够维续 如果啊 把这个真理啊 毕竟空无耳无耳所的真理啊 圆满地见到了 爱烦恼见烦恼也完全地清净了 这就叫做无学 那么这是小乘佛法是这样 要是大乘佛法 那当然是更圆满地了 这个 如果简单地说 你就是啊 你见到无耳无耳所的真理了以后 你还继续地求进步 那就叫做学 如果见到真理以后 所做一半了 就是不学了 无学那就是无学 那就是阿罗汉 这样说 出国相 出国 二国相 二国 三国相 三国 四国相 这是四个相 四个相 三个国都是学 到阿罗汉国的时候才是无学 现在这个后边的文有两千个人 里面有是学 也有无学 前面又有阿南尊者和罗霍罗尊者 阿南尊者是出国 他是学 罗霍罗尊者是阿罗汉 是无学 所以这里面有无学 有无学 给这样的人授记作佛 这一品就说这件事 就叫做 授学无学人祭品 是第九 而是阿南罗罗耳座四孽 何等美智思维 设得授记不已快乎 这个授学无学人祭品是授两千人祭 分两颗 一个是请祭 第二个是授祭 请祭里边分两颗 一个授二人情 就是阿南罗霍罗两人情祭 第二个是两千人情 二千人情里边就分两颗 一个是默念情 没有说话 这是这个 而是这个阿南尊者和罗祸罗尊者 心里面这样念 何等美智思维 我们也常常地这样想 者政受机不已快乎 从这个涉味受疫到这个地方 好、五百阿拉汗 千二百阿拉汗受机 那么您都是这样的,看别人那样子,我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每次思维,这得受祭呀,得到佛鬼吗?受祭作佛,不也是快乐吗? 心里这么想,这底下嘛,这前面是默念情,这底下第二段呢,就是发言情 发言情有两段,一个引力,二是引望,看这个引力,什么叫做引力呢? 是既重做起,这两位尊者既重做起,到佛前,到余佛前,头念礼读,聚拜佛言,至尊,何等于此,一应有份 就是佛为这么多的阿罗汉,受祭作佛,我们两个人也有一份,也应该受祭作佛呀 这是引力,你给别的阿罗汉受祭作佛了,那么我也是这一类的人嘛,也有我一份呢 这是引力,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公平的呀 是这样,唯有如来恶等所归,这表示是说,我们能 他们这么多的阿罗汉,开佛之见了,明白这个维持十全的道理了 我们也是明白了,所以我们也有份 就是唯有如来恶等所归,这是佛我们心里明白,但是我还没有说出来什么 但是我也会明白的,所以唯有佛是我们所归取的,我们所归取的 佛是能够满我们所愿的,这个意思 又恶等为一切自见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这第二段是引望 看这个望的怎么意思 所以俄等为一切自见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他们都认识我 阿南认识的确是,罗罗罗的都是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的 俄等为一切自见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的 俄等为一切自见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的 怎么知道他是一切自见天,因阿修罗所见之时的呢? 因为阿南是佛的侍者,那么也见到佛,也会见到这个侍者的 也见到这个侍者,也见到佛了,所以是佛的侍者 人家都是特别注意的呀,所以所见之时 而阿南认识的护持法杖,就是护持一些佛法的 这就是因为他能够,他的记忆力特别强,一文就不忘,能够接及法杖 你要记不住,那就是法杖就不能护持了 罗佛罗是佛的,在家的时候的儿子 那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佛的儿子是什么样,是要注意的 要佛见受阿道罗三百三门的记者,你额愿记满,中王一路 那么我们各人的愿望也就满足了,那么大家,天涯修罗一世间的天涯修罗的 他们的盼望也就满足了,那么大家,天涯修罗一世间的天涯修罗的 他们的希望也满足了,如果不给我们授机,我个人的希望没满足 天涯修罗也失望了,这是旺,用这两个理由向佛申请,要为他授机 儿子学无学生文帝子两千人,这是第二,两千人请 前面是他们两人,这是两千人 这两千人里边呢,有学有物学,但是都是属于生文帝子 生文帝子,是有两千人 皆通做起,偏袒右肩,到与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如阿难罗罗所愿,也是那样的希望佛为授机,然后助力在里面 这是前面的请记,在底下受记 受记啊,两段 第一段记二人,第二段记两千人,记二人那分两段,一是记阿难 先为阿难,先为阿难的授机,而是佛告阿难,如于来师,当着做佛,先说他德国,这号叫做山海慧自在通王如来,他这佛号的名字比较长,山海慧,这个山海啊,来形容的 这个智慧的高深的意思,广大的意思 这个智在通王啊,是表示个智慧的作用 是大智在,无障碍大的境界 如来阴空,正编之,明行中,三十四千节,无上之调一,战无天,四国,四尊 这是十号去读 这底下呢,说行因 当供养了六十二亿诸佛,故事法杖,然后得阿多罗三雅三不提 这是,说阿难还要供养这么多的佛,才功德圆满,得无上不提 叫化二十千万亿亨河沙诸佛等,令称阿多罗三雅三不提 这底下说阿难还需要叫化这么多的佛 他要说法,叫化这么二十千万亿亨沙诸佛等,令称阿多罗三雅三不提 他要做这些字 是国名常立圣藩 他这个称佛的国的名字叫常立圣藩 是欺土是清净流离为地 劫的名字叫妙音渐满 欺佛寿命 这个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的寿命 无量千万亿阿生其劫 要人于千万亿无量阿生其劫中 算数脚记忆不能得知 这个阿难尊者成佛的时候寿命特别长 那么那个,在说大成论上也提到 这个护持佛法能得长寿 能得长寿的国报 护持佛法的长寿 而阿难尊者你护持法杖 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寿命特别长 但也可能是他说有缘的众生特别多 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度化 正法注释 贝与寿命 他的正法注释 要比他的寿命还要加倍 是向法注释 你伏贝正法 这是有点很特别 这个 从沙利夫尊者受祭 底下看 越往后我 这个受祭的成佛的境别 越殊胜 是伏贝正法 阿难 阿难 四三还会自在通方佛 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无仇 沙当诸佛如来所供赞叹 还多出这么一样事 十方诸佛的赞叹 赞叹的三还会自在通方如来 称赞称其功德 而是四尊欲充宣此意 而说既然 而今圣中说阿难持法者 我在大众圣里说 阿难是受持佛法的人 常当供养诸佛 延后称正觉 浩月三海会自在通方佛 其国土清净 名字叫做常立圣藩 教化诸佛摄其数如恒沙 佛有大威德明文满思法 是寿命无有量 一民众生故 所以寿命无量 慈悲心也会受长 正法被寿命 相法伏被寿 伏被正法 如恒沙等无数诸众生 于此佛法中众佛道因缘 真是特别殊胜了 这是给阿难尊者授记 这底下第二段 心发意菩萨生医 儿师会中心发意菩萨有八千人 心发意就是才法无上菩提心的人 八无上菩提心的人 有八千人 显作四念 何等善不闻诸大菩萨得如是计 佛为诸大菩萨受计 也没有这么殊胜 有何因缘 有什么理由 儿诸圣文得如是诀 得到这样的受计 这是心发意菩萨内心里面 这样作念 不是发言 儿是自尊 知诸福德心的所念 这底下如来似义 而告知诸善男子 俄于阿难等 于空王佛所 同时发多了三百三菩提心 这是开地心本了 和阿难等这些身为人 在空王佛所 这位佛的名字叫做空王 现在说破有法王 那么就是空王 这就是观一下法空 就能得到自在 所以叫空王 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和空 佛思想文尼佛 和阿难尊者等 还不是他一个人 这和还有很多的这些身为人 同时啊 在空王佛所发无上菩提心 大家就是同小了啊 这样意思 阿难常乐多文 他欢喜啊 国学多文 俄常清精进 常是精进的修行啊 世故俄一得称 阿多罗山的山菩提 所以释迦牟尼佛 天得无上菩提 是精进的重要 这里看出来 而阿难的护持恶法 他护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以护将来的诸佛的法杖 教化成就诸佛的众 其本愿如是 顾怀世纪 这可见的阿难尊者是 也是很久很久啊 打扑上了 顾怀世纪 是阿难 面于佛前 志文寿迹 这是啊 第五段 阿难述叹 那是面于佛前啊 不是辗转的 那么志文寿迹 既国土的庄严 所愿 具足 他的愿望 具足了 满愿了 心大欢喜 各位朋友 即使意念过去 无量千万亿诸佛法杖 痛达无碍 好 这个是不得了 无量千万亿诸佛的法杖 他意念呢 都痛达无碍 如今所谓 就像现在听佛说法似的 以思北愿 也印识以前呢 啊 这本愿 是怎么回事 啊 就是法不是评解 而是阿难 而说既然 世尊甚其有 佛啊 真是大慈大悲啊 西有 令阿念过去 无量读佛法 啊 无量无边的读佛法 如今所谓 就像今天听闻的一样 我现在一点疑问也没有 就是啊 安住在第一地上啊 方便为事者 这是大菩萨境界 但是现在你 为佛做事者 做方便 来护持诸佛法 那么 这是阿难尊者的这个境界 这个阿难尊者啊 在《先语音音经》上啊 说到他一个因缘 他就是啊 当时啊 佛的弟子里面 很多的人啊 感觉到阿难尊者这个记忆力啊 这个种词的力量 这么强 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的记忆力呢 这个种词的力量 大家都来问佛 佛就为他说出他的恩缘 说到九元九元以前呢 有一位 一位毕丘 这个毕丘啊 自己的修行啊 当然是有修行的人 收了一个小沙米 他一天呢 他要做两件事 他就是师父给他的 定的功课 一个是每一天要出去其识 这个师父不出去 就是这个小沙米出去其识 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要背经 这个经呢要背 就是定出数目来 一定要背这么多的经 也不背究竟 你要背不够就是要处罚 就是这样的 这样子 那么这个小沙米啊 天天到时候要出去其识 这个其识的事情 靠不住的 有的时候很容易就祈祷了 有的时候啊 很不容易 就是耽误时间 耽误了时间 回来背经就背 就背不到那么多的数 那么这个师父就喝了 那么如果是很容易被提到十 那时间就充裕一点呢 就能背到 师父告诉我们要背多的经 就能背到 背到就是有 师父和徒弟都很快乐 背不到的时候 一喝吃了 大家心情就不快乐了 不快乐什么 有的时候出去其识啊 提不到食了 困难的时候就哭 对小沙米现在哭 就流泪 所以这一天呢 就有一个大长者 大副长者 看见那小沙米 这是你哭什么呢 这些沙米就是一五一十的 如此如此的 就说到他的困难 我师父啊 常常的呵斥我 我背经背不完 那就呵斥我 我今天起思起不到 就时间都耽误了 不能背经 我要回今天 要被师父呵斥了 所以心里难过忧愁 哦是这样子 这个大副长说不要去 你从这么以后啊 天天到我家来去死 不要到别人去 这样嘛 你的世界就充裕了啊 就可以背经了 果然啊 这样一来 他背经背得很多 那么也不哭了啊 那么这是 释迦摩尼佛啊 说完了这故事就说 说是 那个大必修是谁呢 是杨真伯 那个小沙米是谁呢 就是我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那大长者是谁 就是阿达尘佛 就是现在的阿达尘佛 看出来 你帮助别人背经 记忆力会强一点 记忆力好 帮助别人背经 自己的记忆力会强 所以如果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的话 你劝人家背经 你去帮助他做事 将来你的记忆力会好一点 这是因果知识 儿师佛高罗罗 如鱼来自当他做佛 好道七百花如来 因共正面子 民行动三十四千家 无上书条义上 我天一师父是尊 这个阿达尘佛在家的时候 是佛的堂弟 是佛的弟弟 罗罗是佛 在家的时候的儿子 这个是出家 在家的时候有亲后的关系 出家也是亲后的关系 这个当供养十四界微臣等树 如诸佛如来 这可见的 罗罗罗尊者 他要成佛之前的 当供养这么多的佛 这个素素 比其他这样的话要多得多了 常为诸佛而做长子 常世为诸佛在家的时候做长子 犹如今夜 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 那么释迦牟尼佛呀 在涅槃经文看是有三个儿子 释迦牟尼佛在家的时候有三个儿子 罗和罗是长子 四道七宝花佛 他说国土是庄严的 受命结束所化地址 正法相法 一如山海会自在同王如来无异 和他一样 一为子佛而做长子 也为山海会自在同王如来无异 可见罗和罗成佛的境界也是特别殊胜的 儿师是尊御冲宣慈以耳朵即言 俄为太子时 罗和为长子 释迦牟尼佛他回想过去 说太子 罗和罗为长子 俄今成佛道吗 受法吗 为法子 成佛了以后 罗和罗也出家了 罗和罗出家的时候 这个说法不一样 在这个佛本心基精神提到 他出家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这个佛的在家的这个妻 请佛吃饭 吃饭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耶稣陀罗 就叫这个罗和罗 捧之一盘的 关系丸 这是一种 一种药 去供养佛 但是这束佛呀 见证神通 死定这个五百阿罗汉 都变成佛的样子 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但是罗和罗就指前面就是 去把这罗和罗就供佛了 供佛了 供佛了的时候 然后佛又收回来神通的 那些五百阿罗汉里面的 没有欢喜完 只有释迦摩尼佛的 佛里有欢喜完 那么这时候 这个净凡王看起来心里欢喜 那就是佛出家以后 耶稣陀罗生了罗和罗的时候 有点不明语 这个说法也就是可以为这说法了 所以这样子看出来就是 罗和罗真是佛的儿子 表示这个意思 这意思是吃完饭了 佛又说法就走了 罗和罗就跑到佛的衣服里面去了 就跟着佛走 佛可能是有意的 就把这个手指头给了 给着罗和罗 给着罗和罗 罗和罗就抓着佛的手指头 就不放了 就随着佛就到庙上去了 那这样子就出家了 这是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 不是这样子 佛就是要这个 罗和罗出家 耶稣陀罗不给 这时候佛就派摩尼连针者 趁着神通就抢来了 这个耶稣陀罗把他领到高楼上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 慕尼连针者有神通 照样子就是就抢去了 去了就出家了 出家了 出家了 但是这个敬帆王还不知道 敬帆王要吃饭的时候 要和罗和罗一起吃饭 心情快乐 但是要吃饭的时候 早日罗和罗找不到了 后来说可以到庙上去看看 果然已经出家了 已经出家了 所以这个 敬帆王就是到了庙上去就说了 到了庙上去对佛说 说是 以后要是有人出家 佛应该设一条规矩 就是要问父母同意不同意 要这样做 不说好 我以后就立这条规矩 所以父母要不同意 不能叫他出家了 这是有这么一回事情的 那么现在在上面说是 合金成国道受罚未发主 不过罗和罗照理说 佛也有这个权力 因为罗和罗是佛的 而是什么 佛让他出家 佛应该有这个权力的 但是敬帆王的理由就是 佛你出了家以后 敬帆王的意思 有心叫阿南准者继承王位的 后来阿南也直接出家了 出家了 还要希望谁要有意叫他继承王位 也是出家了 那么现在就是有心让罗继承王位 你有意叫他也出家了 所以就是说出这句话来 要父母同意的 才允许出家的 现在合金成佛道受罚为法子 他接受了佛法的教导 得了阿罗汉 也就是见到这个真理的佛法了 见到真理了 就受罚 那么见到真理就是得到无漏的智慧了 这无漏智慧是因佛而生的 所以为法子 于未来世中见无量一佛 皆为其掌格 这可能是罗佛罗他最初发了这个愿量 愿为佛的儿子 一心求佛道 那么他能够专一心心地求佛道 一心求佛道 这句话也是很重要 专一心地求佛法 求无上不定 罗罗密行 唯恶能治 罗罗是持戒 特别微戏 能持微戏戒 微戏戒都是清净的 在这个也是纤约境上 说是有个地方有条独龙 独龙也必是有很多的灾害 为那个地区的引民造成很多的灾害 那么这五百路阿罗汉呢 就想去降伏这条龙 想要把驱逐他到大海去 这五百路阿罗汉在这个大石周围 就是用这个意念就是 好像不明显地看出有神童 不明显地看出现神童 就是要驱逐这条龙 但是这条龙就是不动 后来又来了一个位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一来了呢 这条龙就走了 这时候这五百阿罗汉就问 问这个后来的阿罗汉 说我们五百个阿罗汉在这里 这条龙都不踩我们 这么你来了又有效了 你这龙就走了 这个阿罗汉说 我持微戏戒 所以这条龙有起了恭敬心 那可见就是那些阿罗汉不持微戏戒 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这上面说 罗汉罗秘境 他能持微戏戒 唯俄能持之 这是很高深的境界的 现为俄长子 是一四足众生 是无量一千万功德不可输 按住余佛法 一切无上道 现为俄长子 为释迦摩尼佛的长子 一四足众生 这么与一切众生见面 您都应该说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长子 这样子 他实在来说 罗汉罗尊者 无量一千万功德不可输 无量无边功德 那这是个大菩萨 按住余佛法 一切无上道理 不是平常人的 还会有一个juk思考 每个岁道大嫌疑 在这两个不可输 或没有嘴巴 你会在此找不出来 每个岁道大嫌疑 一切无上道理